这辆苏联时期的黑科技汽车被两个工人无意挖了出来 却因不识货当成破烂卖了换酒钱 一名穷大学生无意发现这辆车的牛叉之处 竟然可以飞天 于是为了追求斑花 他果断开着这辆车疯狂创造财富 最终终于报得美人归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俄罗斯动作科幻电影黑色闪电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江天阳 秃头书是俄罗斯的首富 最近他正在利用钻井挖地下数千米的钻石 可随着地面一阵地动山摇 科学小组的专家告诉他不能再钻了 否则整个城市都得塌陷 但秃头书一意孤行 还让手下把反应堆的能量开到最大 可惜地下矿脉太过坚硬 钻头最终还是因能量不足停机了 专家表示 他们需要传说中的纳米催化机 那东西能把汽油的能量提升100万倍 秃头书查遍了所有资料 才发现机器在苏联时期就被发明出来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项目被中止 只留下唯一一台纳米催化机 被埋在一间实验室 并且没人知道在哪里 另一边 工地上的挖掘机意外挖出一个地下室 里面有一辆苏联时期的古东跑车福尔加 两个工人贪便宜 一合计干脆把车卖了换酒钱 秃头书挖到最后 只挖到一个能量和碎片 这让他非常不爽 镜头一转 男主小帅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 他跟自己的富二代好友都喜欢搬花大漂亮 大漂亮不仅人长得美 学习还非常用功 这天 富二代老爹给他买了辆奔驰车 有了资本 富二代开始主动追求大漂亮 大漂亮拗不过盛情邀请上了车 小帅因为家里穷 只能一边吃狗粮一边当司机 心说啥时候老爹也能给我买辆车 结果老爹还真就给小帅买了一辆 不过手头不宽裕的老爹 给小帅买的正是之前被挖出来的那辆古董车 小帅看着这辆跟他爷爷年龄差不多的汽车 实在没开的欲望 转身就去坐公交车了 不过学校里发生了一件事 改变了小帅的想法 那就是首富秃头书来到他们学校演讲 告诉学生们 他就是从送花开始干起 最后成为亿万富翁的 小帅听后备受鼓舞 就决定开着这辆老爷车去送花 这天小帅载着老爹出门 途中看到有人抢女同事的包 老爹是个有正义感的人跑去帮忙 但是小帅对父亲的行为却不是很赞同 毕竟老爹已经上了年纪 这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为太过危险了 父子俩因此还吵了一家 秃头书这边经过调查 发现苏联时期唯一一台纳米催化机 被装载了一辆福尔加上做实验 于是下令全国搜索福尔加汽车 这种老爷车本来就没剩几辆 很快就查到了小帅头上 小帅还以为是刚才抢包的来报复 也顾不上送花了 开着车就在大街小巷中乱窜 结果一辆车迎面而来 小帅情急之下一提方向盘 车子竟然飞了起来 刚接触飞行模式的小帅吓得要命 老爷车在空中一路冒着黑烟乱飞 差点就撞上了大楼 最后还是他主角光环附体 车子冲进一个飞酒工厂 撞到一堆轮胎才停了下来 被吓得差点尿了的小帅车都不要了 可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老爷车貌似很了不起呀 于是他通过车上的资料 找到了发明这辆车的两个苏联科学家 科学家夫妇早就退休了 对于自己的发明能够重新问世也很高兴 直接把使用说明书丢给了小帅 小帅熟读说明书了解汽车功能后 开始大胆的开着车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去送花 第一次降落有点生疏 不小心撞坏了别人家的天线 送完花 他坏坏的提醒人家检查一下天线 一名九蒙子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把刚买的福特加扔进了垃圾桶 由于送花效率超级高 小帅赚钱的速度也异常的快 很快就靠送花发了小财 不仅买了苹果手机 还邀请大漂亮到高级餐厅吃饭 乡下来的大漂亮第一次开了眼界 回家路上两人相谈甚欢 可第二天富二代也不开心了 怒气冲冲的来质问小帅 大漂亮是我的你抢什么 耿直报应小帅回答 谁有钱谁就能跟大漂亮谈恋爱 这句话恰好被他们的谈论对象听到 大漂亮直接给了小帅一个嘴巴 然后扭头走掉 晚上小帅去火车站等父亲 结果父亲遭到抢包的报复 被捅上倒地 好心路人寻求小帅帮助 让他帮忙把伤者送进医院 小帅却关上了车窗 让他叫救护车 他才不爱管闲事 等救护车赶来 小帅才发现受伤的是父亲 结果因为救治太晚 父亲领了盒饭 父亲的死让小帅又内疚又后悔 从这时开始 小帅大扯大悟 决定继承父亲见义勇为的遗志 用飞车行下仗义 哪里有抢劫 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治安以下好了很多 很快小帅就成了莫斯科的超级英雄 市民们虽然看不清小帅的长相 但亲切的送了他一个外号 黑色闪电 小帅的出名也让秃头书盯上了他 他知道那辆车里 就有自己想要的超级能源 这天小帅从收音机里听说 警察又在追击罪犯 二话不说就开车赶了过去 殊不知 这其实是秃头书设下的陷阱 警察和罪犯都是他的手下 小帅刚一出现 就遭遇了火箭筒袭击 幸好他驾驶技术高潮 在千军一发之际躲过了炮弹 还把秃头书手下乘坐的警车 给顶到了楼顶 手下大败而归 秃头书意识到 没有相同的武器很难对付小帅 于是他骗来了两位退休的科学家 让他利用能量核碎片 做一个更先进的飞车 很快一辆蛮载武器的飞行战车 就打造完成了 但因为能量核心不完整 只能飞行几个小时 另一边 为了让大漂亮继续留在莫斯科 小帅故意在考试中考杂了 将自己的名额让给了他 大漂亮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感动 马上离开富二代去找小帅 还答应小帅去他家过圣诞节 同时还跟小帅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那就是他喜欢行侠正义的黑色闪电 希望做闪电侠的女朋友 小帅越挺越兴奋 毕竟闪电侠就是自己呀 两人分开后 小帅继续送花 搅合的是 这束花正是富二代送给他漂亮的 另一点 他漂亮的头上落下一块冰锥 前军一发之际 小帅开车将冰锥撞飞 车上的玫瑰花因此散落一地 同时掉落的还有富二代的纸条 他漂亮以为闪电侠就是富二代 一脸花痴的去询问 富二代也不客气 一口咬定自己就是 圣诞节来临 大漂亮拒绝了跟小帅回家 因为他说富二代就是闪电侠 他要当他的女友 小帅听完心都碎了 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与此同时 老科学家无意中得知 兔兔叔想要拿超级能源挖地底的钻石 而过深的挖掘会导致地震 意识到自己成为帮凶的老科学家 直接罢工 还躲楼顶大喊大叫 意图揭发此事 兔头叔干脆用老科学家当诱饵 果然 小帅从新闻上得知 老科学家被困楼顶 立马开车前去救援 不过 兔头叔提前埋伏在一边 一发导弹炸飞了老一车 然后凭借自己更先进的飞车 将小帅顶在墙上 一把掏走了小帅车上的能量核心 小帅的车顿时像失去灵魂一般落入水中 兔头叔则将抢来的能量盒放进钻井机中 又一次开始了不要命的下钻 大漂亮这边 在圣诞晚会上闷闷不乐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真正喜欢的是小帅 于是当场拒绝富二代 给小帅打去了电话 此时小帅正抛在水中 大漂亮的电话让他充满动力 他检查了车子 发现里面还有能用半个小时左右的备用能源 立马启动备用能源 开车来到了钻碳基地 重新拿到了超级能量核 兔头叔发现后怒不可遏 为了彻底解决小帅 他抓来了大漂亮威胁小帅交出能量核 没想到小帅机智的用灯雨跟大漂亮沟通 大漂亮开门跳车 小帅用飞车接美人 两人无比默契的配合 撒了兔头叔一嘴狗粮 他漂亮发现黑色闪电原来是小帅 惊喜万分 彻底打定主意 以身相许 吃了一嘴狗粮的兔头叔彻底爆发 追在小帅后面不停用导弹轰炸 小帅躲闪不及 被炸的撞上大楼掉了下去 好在关键时刻 他重新发动了车子 摒向着武器和能源双双耗光的兔头叔 疯狂撞去 最终将他连人带车 直接顶进了太空 自己的车则在返回地球下落的过程中 也能量耗尽 好在他之前研究过应急功能 弹出降落伞 最终安全落地 电影最后 小帅跟大漂亮成双配对 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果 黑色闪电生予于2010年 是一部充满英雄情节的俄罗斯电影 街头追逐 空中战斗 包括外太空的场景 都制作的有文有录 故事上来看 有点像飞车版的蜘蛛侠 不过女主斑花的人设 有点墙头草嫌疑 如果没有苹果手机和高级餐厅的约会 面对开着大奔的福尔代 男主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最后 电影通过男主的不幸经历告诫观众 要多做好事 遇到伤员一定要帮忙 实在不想帮也先看看 那人是不是老爸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